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 我是赖昌邦 来回台南安平和澎湖的邮轮 在台南市政府和议会共同促成之下 从110年4月起航 虽然期间遭逢疫情停止 不过在持续规划做好准备之后 今年5月3号终于恢复每周三天的航班 台南市长黄韦哲在赴航首日 也亲自到场协助宣传 同时准备了农特产品让旅客来尝鲜 因为疫情去年停止的利纳轮 在众人期待声中终于恢复航行 未来每周三天将从安平到澎湖 在赴航首日有回乡的民众 又游客出体验相当期待 而且可以从台南出发认为十分方便 出去那个散散心嘛 看一看那个澎湖的风光 是这样 特别是疫情幕后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跟那个家人一起去 去那边玩一玩这样 第一次搭 第一次搭 应该体验会不错 对 我们特别规划怎么样 怎么想要去奖航车 因为过去工作顺到可以过去骑 没有骑过的地方 这个体验还蛮新鲜的 因为主要是从台南出发这样子 因为之前我们要大话都要从嘉义或高雄 较远的地方 对对我们住台南的人来讲就会比较不方便 一大早市长黄伟哲在交通部航港局 以及许多明代陪同亲自登船来体验 虽然船重达一万多顿 可以在八百人相当平稳 但时数也高达三十六海里 被称为世界最快的飞船 可以大大缩短航程 从安平到澎湖大约两小时 黄市长除了亲切和游客请安 也在交通部航港局的见证 向大家推荐到澎湖最舒适的选择 非常高兴的迎来 我们利纳轮台南澎湖航线 又要开始开航了 那这个航线是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五 每个礼拜天 一个礼拜三个航班 那我相信如果接着下来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 可能航班还会再继续增加 我们也乐观骑程 基本上台南跟澎湖的航线 第一个航程短 第二个这个安平港也可以让利纳轮 这么大的客轮货轮 能够靠港 第三个 事实上它的一个效益 观光效益 或者是往来台澎 中间的效益是最高的 它是我们的国内最大第一档超过万级的万岁区的客户轮 那因为它可以宅客七百姓士 也可以宅客三百姓 经过去在我们的废员的计划里面 其实反映出来的 第二个是 那其实也是第一档它能够通过我们夜航水的这个高速船 现在所有国内的高速船都还没有办法通过夜航水的 也是可以 以党就是必须的 它能够的 那换句话说 这条另外的轮是可以在晚上来开航 那尤其是 这条船 我刚刚也跟我们红组 我们刚刚聊到 我们既然是当天就来到澎湖里看发火 如果未来的规划在船上 我们来看发火的来面 也许是一个普通的来台澎 面对澎湖航线在南台湾重新起航 成为台南观光旅游的蓝色公路 议员也把握机会来体验协助宣传 今天是丽纳轮的台南到澎湖的首航 那我们也跟着市长来到床上来看到 他们的这个view是非常的美 那刚刚董事长也有介绍到 这个轮船是非常的平稳的 那在搭乘的时间上呢 也非常的快速就像搭高铁一样 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 所以在快赏活动或者是年轻朋友 在时间上的拿捏上 我觉得在安排旅程 都可以来一趟台南澎湖之旅 享受一下澎湖的美景 再回来台南住宿 旅游我们台南的古都之美 为了庆祝邮轮富航 市府也特别精选 数项台南农特产品和伴手礼来展示 方便游客在船上就可以选买 带回去和朋友分享 把握任何可以行销台南的机会 记者郭文吉 林银庚台南报道 有民众收到简讯上面写着 交通罚单预期未缴 并且附上连接 小心千万别受骗上当 因为这是诈骗的手段 高雄市交通局表示 市府不会以简讯的方式来催缴罚单 呼吁民众收到这种简讯 不要回播 不要回传 也不要乱点 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近期有民众收到这样的讯息通知 内容说明您有一笔交通罚款 与其未到案 要求在期限内缴纳 并附上疑似是政府的假网站连接 各位小心 这是诈骗简讯 千万别上当 我们绝对不会发任何简讯 来通知民众说 你有什么罚单于其未缴 民众收到这简讯 基本上就自知不理就可以了 就完全忽略它 不要去理会它 也不要做任何点选 监理所的正确网址会是 mvdis.gov.tw 如果民众有交通违规 被警方举发的话 警方会依规定 即发交通违规罚单 就算罚单真的不胜与其未缴 交通局交通事件裁决中心 也会寄正式公文书 到民众登记的地址 交通局强调 催缴通知并不会以简讯的方式 通知民众缴款 因此若有搬家 务必要记得更新监理系统中的住址 务必做一个更正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 把我们的相关的通知送答 那另外一个部分 当然就是透过监理网 或者是到四大超商 我们的多功能事务机 来去做一个查询 那查询以后 再做词单据 印出来单据 再去做缴费 那这样是一个 最能确保权益的方式 民众究竟该如何辨别讯息真假 交通局表示 可以到公路总局监理服务网查询 或是手机下载监理服务APP 甚至直接透过超商的 多功能事务机 才能够保护自己不受骗 那目前刚好是警方统计 受理总计期件 那财损金额 为新台币16835元 警方呼吁 民众违规的罚单 不会传简讯通知 不要被诈骗集团 诈骗简讯所骗 那监理网要注意 我们的所有政府的网站 最后都是.gov.tw 那你上这样的网站 可以去做一个查询 基本上相信资本 我们因为我们也考虑过 也曾经想过要用简讯 来做这样的便明通知 但是那时候就考虑到 可能会有这种诈骗 所以我们就没有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若收到来路不明的简讯 切勿轻易相信或是回播回传 也不要在不明连接网站 留下个人资讯 应该多方求证 以免受骗上当 记者邱玉婷 庄书亭高雄采访报道 台南有一间婚纱公司 改装的餐酒馆 店内不走文青风格 反而是营造出 妖魔鬼怪的阴森气氛 就连料理的取名也很搞怪 才刚开幕马上引发讨论 受到年轻族群的喜爱 明明是一间餐酒馆 但里面的服务生 却是穿着道士服装 加上墙上的装饰 还有大红灯笼 这种种搭配起来 让人有种身处恐怖电影当中的感觉 但这样不但没有反效果 反而是越搞怪 越受到年轻人欢迎 很有感觉 也进来就是音乐气氛什么的 都很有地服的感觉 然后还有服装 然后那边有帽子 跟那些扇子什么的 这应该是黑白无常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就看到什么觉得好像差不多就拿起来照 不只店内的气氛搞鬼 就连他们的菜名也取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碗盘选的比较像狗碗 所以我们就干脆全名叫狗饰料 就是我们的炒饭 它主体就是以绍兴下去做的 还有八皮炖骨 八就是剥皮辣椒 对所以我们用八皮炖骨来做这道汤的名字 还有这道菜非常特别 因为它的吃法是要把菜叶包住里面的菜料 所以我们叫做包包去烘干 过去这里城市婚纱店 因为疫情持续三年多 让前业者无法再撑下去而歇业 接手的团队因为有行销 以及玩创意的背景 所以大胆打造出了地域风格的餐酒馆 目标课程锁定在年轻族群 我们就是想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相信这在台湾应该是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那这整个设计 那包含构思就是 像是我们附近庙宇比较邻里 蛮多的 那就是结合庙宇 然后一些这些牛鬼色生的东西 然后想说玩玩看 那没想到就是做了之后 回想都还不错 最地府目前有提供餐点以及饮料的服务 店内也有准备各种裤子装扮 让消费者装神弄鬼 特殊的消费体验造成不少讨论 记者张硕为台南报道 高雄左营高铁站附近有一间澳式咖啡厅 老板曾经在澳洲的墨尔本担任咖啡师四年 将澳洲最到底的咖啡和甜点带回台湾 让许多从澳洲回台的游子细细品尝属于记忆中的美好味道 左营高铁站附近的路旁 一间纯白色的咖啡厅飘出了不一样的咖啡厢 老板曾经在澳洲担任咖啡师四年 这间咖啡店处处都是他曾在澳洲生活过最美好的记忆 主要是自己太想喝墨尔本的咖啡了 2020年3月的时候我刚好就是回台湾休息一阵子 然后结果就是澳洲突然锁锅 然后这期间就那一年内我就去了很多店 就是很多咖啡店 可是就是找不到喜欢的那个味道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墨尔本工作的时候 我每天就是可能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情 可能今天天气比较忧郁一点 然后比较冷 你可能想要喝一杯比较浓一点的咖啡 也是可以随时的去调整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这种通常 就咖啡的日常已经消失一阵子的时候 大概一年多 我就觉得说原来我有这么想念那边 然后就是因为疫情才想说那我就开店好了 然后也是因为疫情 我决定要开澳市咖啡店 这算自肥吗 老板解释在台湾常见的咖啡 大多为美式及拿铁 容量通常为300毫升 澳市的热咖啡不仅品项多样 且最少可以只有100毫升 就是希望即便品尝到咖啡的最后一口 也会是最刚好的温度 例如这杯短笛入口为苦却不色 层次鲜明能从点滴中品味出咖啡的烘焙香 是爱咖啡的人都能沉浸的好滋味 除了咖啡店里的甜品也是客人必点 香蕉蛋糕是墨尔本常见的庶民美食 家中的早餐桌上超市里车站的贩卖部内 处处可见她的身影 香蕉蛋糕那时候就是每天工作的时候 然后就会看到厨房就每次都烤都很香 然后我们早上就是忙完一段时间 下午基本上咖啡师比较没有什么事 然后我都会一直跑去厨房 就是看师傅 他们可能看我太想要做 然后就教我做 因为那时候开的时候 就是台湾真的是没有吃到这种香蕉蛋糕 因为表面会比较酥脆一点 然后我就想说我开店的话 我要卖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有香蕉蛋糕 有烤过的话会加奶油 我自己比较喜欢吃有烤过的 烤过的话就是外酥然后内卵 但是也是偏扎实的口味 另外这里的风潮脆脆也不可错过 微甜鲜奶油口感酥脆的饼干 加上清爽伯爵茶味的海绵蛋糕 让这道甜点成为咖啡店的人气第一名 其实当时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 有试过台南那种街面小吃 就是那种原味的碰糖 那我们有试过加了黑糖跟麦芽糖 那整体的话黑糖做出来的颜色 没有那么鲜艳 然后麦芽糖就比较偏甜一点 然后原本的那种焦糖就是 也是可以吃 可是它就是比较单一的那种焦糖味 然后蜂巢脆脆 因为它本身就是下苏打粉下去吧 所以它的那个蜂巢状就很像蜂蜜 所以后来就想说 那我们也是做蜂蜜的口味 就整体上吃起来觉得 嗯意外的蛮搭的 就是真的有去过墨尔本 去过澳洲 那我们打工度假的人 会想要回来吃看看 就曾经住过墨尔本的人 那时候我朋友带我去一间咖啡馆 就在墨尔本还蛮有名的 那那一间咖啡馆它就是 店很小就比我们店还小 就大概只有五六瓶而已 然后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就是它有三个大窗户 然后那个窗户就是会有窗台 然后你就会看到就是两三个人 就站在店内的窗台 在那边站着喝咖啡 然后当时窗户也是开的 所以店外的窗台也是有人站着 然后偶尔就是聊上个一两句 就感觉那氛围还蛮不错的 小小的店面摆上许多象征澳洲的装饰品 还有大片的落地窗户外的座位 不论是咖啡或是甜点 都是老板在墨尔本待了数年之后 带回台湾的无价记忆 也是许多游子归台后 偶尔怀念异乡的美好地方 记者校园宣李凡飞高雄采访报导 摘戒月是全球穆斯林信仰重要的仪式 其中开摘节的意义就像台湾春节一样热闹 为了让在台南生活的外籍移工和学生 也可以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台南市政府特别和中华一世科技大学合作 举办开摘美食嘉年华 场面温馨热闹 对全球回教信徒来说 四月下旬开灾 热闹庆祝的程度就像台湾农历春节 所以台南市政府特别和中华一世科大合作 为外籍移工和学生举办美食嘉年华 让穆斯林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节日 活动当中来自印尼和越南学生的表演 引起热烈回响 除了让大家认识不同宗教文化 也期待外国朋友将台南当作第二个故乡 那过去三十天的灾界月 我想大家都已经经历了 穆斯林的文化中间 应该说伊斯兰文化中间的一个意义 那今天开灾节了 那刚刚也看到了许许多多 刚主持人提到了 不管来自越南菲律宾或者是泰国或者是其他的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的移工朋友们 其实来到台南来到台湾这个我们即将在明年进入四百年的文化古都 我希望说这个文化的交流以及文化的融合甚至交换意见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根据了解在台南的外籍移工大约六万两千人 其中印尼籍就占约三成 为让这群外籍朋友有过节的气氛 会中学校也请餐旅管理系师生制作专属料理 也就是开灾祈福饗宴 要提供给大家享用 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 想要任养浪浪又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当个好主人吗 高雄市动宝处推出相遇相试三十 祭宠物保险补助活动 让民众有机会是养园区内的犬猫三十天 而透过一个月的相处来测试彼此是否契合 培养四主的养成责任 同时提高成功任养几率 高雄市收农所中 收农的流浪犬猫多达850只 相较于小型犬有不少的成犬都得不到关爱的目光 为了鼓励民众任养提高撮合的几率 共市动宝处推出流浪犬猫饰养三十天的活动 事半七个月 让主人和宠物能够相亲完后 还有机会同居一个月来培养感情 看看双方有没有缘分以提高成功任养的几率 我们所有想要有意愿任养犬猫的民众 可以来我们双方所内挑选合适的犬猫 然后在这个三十天的时间内 跟这个犬猫在家中好好的相处互动 那磨合局可以来决定是否要续养这只动物 那也来这个做这个四组则的养成培养 鉴于之前有部分的民众累养之后才发现家人反对 或是邻居有意见打算放弃任养 但是依照规定除非罹患严重的传染病 否则不能够退养 虽然动宝处人员并不会强硬的执行 毕竟八字不合 还要强制四组和宠物在一起 只是让彼此受伤 不过退费必须收取归费三千元 也引发四组的不满 有了三十天的饰养期 渴望减少相关的争议 我们在任养现场常常遇到许多民众他可能是一时冲动或是他没有饰养的经验 那我们推出这个活动也是希望鼓励民众可以来尝试 其实在饰养过程中民众也可以发现说自己有哪些不足之处 我们可以让这个时间内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让民众跟动物好好的去培养感情 透过相遇相试三十计宠物保险补助活动 长达三十天的磨合期 可以减少因为思虑不周冲动饪养的行为 降低动物被退养的情形 同时也能够让收容犬猫多接触民众培养感情 提高被成功饪养的几率 而针对特定的条件流浪犬 像是高龄大型犬等 还加码再送宠物保险补助最高三千元 让饪养人没有后顾之忧 真正减少街头流浪犬猫的产生 您有听过相龟赛跑吗 在台南有一场非常有趣的相龟技术比赛 主人们各出奇招吸引相龟往前爬 模样超级可爱 在现场总共有三十五只的相龟来参加比赛 吸引不少民众来围观 小相龟非常可爱的模样 让人看得非常疗愈 二 三 开始 好 来 这样跟我来才行 主持人喊开始 主人把小相龟放上桌子 有的用菜用饲料 主人们各出奇招来吸引小相龟往前爬 这是由台南市议员郭信良 所主办的第一届相龟回娘家活动 那上一次领回去的大概是三十多只 那都有回娘家 那因为在自然生产 而且自然孵化的苏卡塔入归 在台湾非常的罕见 普通都是经过人工孵化而产生 就表示这边的地链适合它孵化 那第一代孵化以后很多的乡亲朋友就领回去饲养 那经过半年以后 那回来比较一下 看哪一只比较健康 怎么饲养 怎么照顾 像再给我孩子宠物一样 除了比赛跑还要比体重 亲和度和美姿 另一头大相龟拉着小相龟绕行增长 今年郭信良服务处的母相龟 又成功孵出了三十只小龟 因此趁此机会开放民众来认养 一代传一代的传承育成 让很多的乳龟分散各个角落力量的延伸 教育他们怎么的孕育这个乳龟传承 这个意思是这样 让他们大家共同来聚一聚 来分享一下养龟精 我就单纯看颜色跟它的温度比较深吧 今天你到这样心情怎么样 很开心 借由活动让大家互相联谊认识 并交换养龟的心得 希望以后每年都能举办回娘家活动 让苏卡达相龟家族越来越庞大 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导 内政部警政署宣布从5月1号起 实施全国同步路口不让提行人打执法 高雄市警察局除了强力执行重点取缔项目之外 高雄市交通局也加速推动路口号制设施的改善 让长辈和行人通行上可以更加的友善和安全 为了洗刷行人地域的污名 高市府警察局一方面加强重点执法取缔项目外 市府交通局也持续在路口号制以及秒数上的调整 来逐步进行 目前已经完成约有150处路口号制的改善 让长辈以及拥入民众可以更加容易辨识外 另外也针对依照式路段地点 调整共计有630处路口灯号秒数 让行人可以来冲农穿越道路 其实我们一直针对行人路权部分一直积极努力在做一些改善 那我们现在在路口我们因为一些行人量比较高 或是一些年长者过马路的需求 我们有几个配套措施 第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小绿人放大 所以目前在高雄市区很多重要路口 那包括一些行人量高的路口 其实小绿人都已经放大型了 那另外的话就是行人的耗制的时间 因为以前可能是比较年轻人的话 我们用1秒1公尺在做规划 那现在是用1秒0.8公尺在做规划 所以我们有把行人的耗制的时间在做延长 那此外的话其实有一些路口 我们也会让行人耗制先开 那让我们一般的用户人过马路的时候 可以就是会比车型 比汽汽车还要更早可以通过马路 张淑轩进一步提到 考量有些道路是无法设置行人专用时下 就会采用行人早开10项方式 先辆行人专用耗制绿灯 再辆行车绿灯灯号 将车辆与行人的交织冲突降到最低 张淑轩表示 改善道路通行方式 行人和驾驶人请务必遵循耗制 相互体谅 一起让高雄交通顺畅 行人用路也安全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宣导说行人过马路的时候 应该停让行人 那行人这样彼此互相提亮之后 我觉得那个对于我们路权的一个提升会更有帮助 那也可以早日摆脱行人地域这个无名 另外高市警察局则呼吁大众 透过警方入口不停让行人的执法 提醒用路人以及驾驶者 足以交通规则互相尊重 共同来提升收法观念 省了荷包也避免死伤情况的发生 记者李嘉隆高雄采访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赖昌邦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